一对鸡的抗力夫妇 我们叫鸡旅伴侣 后面搭配了许多的牡丹花 那么当然是牡丹花的所占的面积比较大 但是鸡在这一张里面 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分量 那我在画牡丹呢 大概也是我自己都很用功 很用功去写生 我记得大概二十多年前 在故宫博物院那个至善园 我们国家每一次到春天 都会有牡丹花展览 那时候年轻很有体力 一听说有牡丹花来 我就话剧都背着准备好 就去那边坐在那里写生 那他为了要把那个花 保护得很新鲜 所以都是放冰块 还有开很强的冷气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穿那么多衣服 就从早坐在那里一直画到人家赶我 那他后来看我快画不完 他还帮我去提水 还叫我快一点 就是说那时候是很有一股热情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的牡丹花 就跟我们看的那个野牡丹就大不相同 它是比较多半的 并不是单半的牡丹 但是又觉得那个非常的漂亮 并且你在那边实地写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牡丹花其实会重重叠叠的 那个这个颜色 嘎的这个紫色 然后又跟黄色又遮掉半朵怎么样 他不会说乖乖的一朵 一朵一朵像个那个月饼一样 每一朵都清清楚楚 不会的 所以呢我在画的时候 我就把那时候写生的印象 像这个挤在这个大花的后面 那这个呢跟它露到一半 它有这种露出一点点影子的也有 有小花包的也有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它的层次感就很多了 这是所以画这一张牡丹的时候 我就是等于把我所学 自己所体会到的牡丹 把它完整的表现出来 然后呢 这一只公鸡啊 画得很大很凶啊 那因为这一张大画就需要这么大 如果说我把两只鸡啊 画得很小的话 并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光这一张啊 我大概画了五张 画了五张都不满意 画到后来呢 发现说这边呢 如果再配一点那个兰花 又是更好了 兰花有一点那个香气啊 王者之香啊 所以我又把它配上了这个兰花 总算把它完成 那在牡丹跟鸡 在我们中国的花鸟画里面 都是代表很吉祥的 鸡就是起家嘛 一家和乐的 呼唱覆水啊 那牡丹是富贵的 所以呢 我这边提的这个啊 是写 英式至家云有道 丽影和乐 花发好 武士昌盛 贯群侯 合奏凯歌 富贵套 就是 吉祥的 的意思了 吉祥意思 谢谢 谢谢 还有三张